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在报道9号的示威大游行时 一些国际传媒就算标题没有百万人的字眼 但也罕见的强调主办单位估计的数字 像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副题就用上了百万人的数字 并在第二段的报道指出 游行人数之多 主办单位估计超过100万支谱 也就是每七个人之中 就有一个香港人参加游行 反映了北京对香港管制的权威 面对多年来的最大挑战 华尔街日报更在标题形容 这是香港人最后的抗争 一旨一旦逃犯条例修订案得到通过 居住在香港的人都活在被引渡回中国受审的阴影下 日后无惧走出来的以言行反对中国的施政 可能需要经过更谨慎的考虑 经济学人则在每日简讯中的报道第一段中指出 估计有10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 抗议政府的引渡条例草案 而通篇报道并未提到警方的数字 英国金融时报的标题则是 香港示威者塞满了大街小巷抗议引渡法 副提示警方说24万人参加 但主办单位称超过100万人出来示威 至于德国之声报道的第一段是 香港举行反对引渡中国条例的大规模游行当中 警方跟示威者发生冲突 主办单位表示超过100万人参加示威 报道一直到第五段 才提到警方估计的24万数字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